艺术源于生活,但却高于生活,我们看过的很多影视作品,其实都有事实依据,比如电视剧《末路1997》里的主角百宝山,就是真实存在的汉匪,1983年,百宝山在盗窃时被警方当场抓获,入狱后被判了四年,当时他只有25岁,服刑后还有机会回归社会重新开始,可惜这些人都被判了四年。 可惜的是,百宝山在服刑期间被人出卖,玉友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行,举报百宝山抢劫,事后百宝山因为隐瞒罪行,弃刑一口气,加了11年,这也给百宝山造成了很大的心理打击,他在牢狱中恨恨恶恶的过了好多年,1999年,百宝山因为户口吊销,被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劳改,更换环境后,新的玉友经常欺负百宝山,最终唤醒了他心里的恶魔。 百宝山称狱卒不注意,杀死了两个经常欺负自己的囚犯,并把他们伪装成了自杀,百宝山出狱后怨恨难平,再次开始作案,他到处抢劫钱财,袭击军警,陆续杀死了15个人,有人因此将百宝山称为中国第一汉匪,不过百宝山并不是见人就杀的屠夫,曾有7个人在他的枪口下侥幸留了一命, 第一个人是位哨兵,百宝山在逃亡时,为了抢夺枪枝,趁夜摸进某个营地用消音枪杀死了一个哨兵,另一个哨兵明知道有人在旁边行凶,却害怕地躲在了被子里装睡,百宝山只是看了几眼,没有捕枪直接扬长而去。 第二个人是位老农,他在无意间碰见了背着枪枝,且满身是血的百宝山,老农本以为自己必死无疑,只是被百宝山呵斥了一句,赶紧离开。 第三个人是名警察,百宝山在跟警方火拼时,有一个重伤倒地,被百宝山摸到身边时根本没有力气反抗,但是百宝山只是看了几眼,就直接换了一个地方。 还有四个人也是警察,他们发现百宝山藏匿回老家后,以办理户口为名义试图进行抓捕,当时百宝山已经看出他们的身份,正准备开枪射杀的时候,他的母亲突然走了出来,最终百宝山放弃抵抗,跟母亲告别了几句就束手就擒。